再问鱼 感觉吃些香迷糊的口感 这边一块都是厚切的 超级棒的口感 小的刚才是一块的口感 很甜的口感 有没有很甜的口感 那么有点甜的口感 好甜的口感 很甜的口感 所以吃了一块 等到一块口感 我吃了很多肉 我吃了很多肉 很酷 我可以吃了 生架切块 它这个大腿啊 别人里边的肉特别多 留下来慢慢啃 还有一个超大块 中间烧热的 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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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螃蟹但是它小是小 都是有黄的 看到没有 上面小黄 刚一上班就有饭吃 我妈给我做的这个海带小虾米啊 这个是鳞虾肉干 就用海带给它熬了一个汤 这冬天啊 真是冷的 这上班都能喝上一口这口汤 老幸福了 这个鳞虾肉啊 它就是吃起来不扎嘴 特别的歇流 单独吃就是拌点小咸菜也好吃 它这个鳞虾肉就是一包吃100克的啊 咱们可以用它煮个面呀 或者是做个馅料什么都行 就是你给它洗不洗吧 然后就是拿点什么小辣椒 葱姜蒜 一拌就可以 也可以做汤都行 就可惜了点的 早餐喝的这种挺清淡的 还没有油 这个小虾皮哈 看着鳞虾干 又吃起来是一卤盐 不咸 这个家常小炒的海螺蜜啊 现在海螺蜜终于有货 可以发货了 就去年给你们带过 这个海螺蜜炒起来就是可鲜的吧 它是这种原油炒就是一单给你们发的是四斤 一包的是二斤 总共发两包啊 我这个哈就大概吃了有四对了 就每一对我就吃一包的三分之一差不多 这些哈 下回还能炒一大盘 而我其实我盘的这些比现在这个分量还是少的 你就用那个水给它照一下 然后就是 或者是拿开水给它轻轻烫一下 你做葱油也行啊 加糖小炒都可以啊 就这海螺蜜的可鲜溜了 怎么吃它都很好吃 我这里边就放了点配菜 放了一点蚝油 然后就一扒了就可以出锅了 老下饭了几个 这个海螺蜜的是最近才有的货啊 之前吃过的几里面就放进去拍 特别好吃 就像我们当地的饭店啊 就拿它去做一个葱油 就这一盘的也得个塞着实 你自己在家里炒的一盘怎么吃都不经常 这海螺蜜就是吃不出任何的腥味 就是嚼在嘴里还有嚼劲的一个小海鲜 就跟吃那个海螺肉有点像 两品铺子家的汤芯卤蛋啊 这个是盐焗口味的 它在里边芯是流芯的那种 就吃起来很香 这个我准备是拍回来给我女儿上学拿着的 她每天上学都要吃那个煎食 就每天我就会给她拿一颗 这个开蛋也是比较方便的 这后面有一个小三角啊 就是两边咱们打开 给它静静一拉 一扯就可以了啊 小孩子都可以去打开 它里边就像是带汤汁的一样 就吃起来特别的鲜美 买个鸡蛋就是这种QQ的 哇 这个流芯 即便它是流血的 你就吃不睡心气啊 每个口感下去都很香 还是甜蜡蝦 芯继四个霜芯 一摆尘 一摆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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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很酷 这个是老北京风味的水豹毒 它这个是魔鱼粉做的 一盒300克 它里边配料是给咱们已经准备好的 就是麻酱味特别特别浓郁 爱吃水豹毒的姐妹们可以来尝一尝 我去年就带过她家那个货 品质很好 一个这个芝麻包 然后加上这个是料包 关键是她这个麻酱里边满满的 就是厚厚的那种麻酱不是特别稀的 我这里边什么都没夹 就加了自己加了点香菜 然后一个辣椒油 就是它这个麻酱的厚嘴的感觉 你看看它底下那个汤的麻酱 就是可浓厚了 它不是那种稀的麻酱 是清汤瓜水的 它这个麻酱给的特别特别厚实 关键是什么 它是用摩鱼做的 所以咱们放心去吃 这个真的是麻酱 哎呀我说一定一定要去尝的 特别喜欢这个麻酱护嘴的感觉 红黄虾 红黄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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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